王世杰曾被人称为胡适四大挚友之一 这个说法实在想不通 根据何在 胡适生前虽有王世杰通信叫秘 但却远远称不上亲密 而且胡适去世之后 王世杰与胡适一双江东秀闹得颇不愉快 当时胡适目的曾被洪水冲毁 江东秀问候迫为着急 他希望中央研究院能为胡适修坟 奈何当时的中研院院长王世杰去不理会 江东秀也不妥协 撂下狠话 王世杰你等着 总有一天我要把你和胡适的通信公布出来 江东秀的话让王世杰颇尴尬和烦恼 后来胡适日记出版较为周旨 也是拜王世杰的彻周 因为内容都设计到了他 后来陈旭平出面 胡适坟墓得以维修 而胡适日记让王世杰颇不自在 他下令胡适日记是公企 谁都不能带出中央研究院 江东秀委屈后来到中央研究院 大骂王世杰博士东西 并把胡适日记收稿全部带走 以维护丈夫学术尊严 今天胡适日记收稿得以全面出版 江东秀公布可没